台湾时间2024年1月30日早上 Mitrini宣布推出Nigi6 本期影片带大家快速开箱新功能 首先,要使用Nigi6 可以在Settings中指定 如果不想每次都跑到设定区进行转换 也可以在输入文本时放上Nigi6的参数 这样就可以直接套用Nigi6的模型了 第一轮试用是测试Nigi6的默认风格是什么 在不输入特定动漫人物主题的情形下 Nigi6的默认风格是有点突兀的真人显示设定风格 这其实跟Mitrini V6的默认风格差别不是很大 就只是少了MJV6的电影感而已 我想这样可以鼓励我们在每次勇唱时都指定某个动漫风格 其实也不是一件坏事 再来,在使用Nigi6时 我们可以像在MJV6中指定简单的英文单子 成功率还算蛮高的 不过风格似乎也会因此而偏调一些 这部分希望之后陆续会改善 葬送的福利脸是蛮新的动漫 这次Nigi6也认得福利脸 这表示MJ团队的训练素材是相当跟得上最新发展的 不过,因为Nigi6的艺术性风格有点强烈 所以产出的图像风格可能不会跟原风格太相似 这时候,我们可以通过Image Prom将原作风格上传作为电图 这样一来,产出的福利脸就会跟原作风格非常相似了 最后,我个人很喜欢的Style Expressive Cute Scenic 目前在Nigi6上都无法使用 取而代之的是Style Raw 初步测试使用这个参数的结果 是会弱化Nigi的艺术风格 让产出的图更接近原作风格一些 除了Style 目前Nigi也还未支援Pen、Unzoom、VariRegion等功能 就让我们给团队多些时间把功能补齐吧 好的,本次的影片就到这里 喜欢我的影片,记得按赞并追踪我的频道 再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谢谢